文化部主办台北书展基金会承办 2023年第三十一届台北国际书展 于1月31日起至2月5日止 在世贸易馆隆重展开 今年书展以阅读的多重宇宙为主题 展期突破五十万五千人次 汇聚来自国内外七百九十位人气作家 举行超过八百场以上精彩阅读活动 带动买气及人气上升 并有众多贵宾进场诟书 表达对出版业的支持 2月5日圆满闭幕 其中一场由时报出版社举办的 舍不一空 朱鸿熙行社三世精选集 签书活动格外引人注目 当场展授一空 今天分享影片为签书会的全程记录 由于当天笔者不可亲自参加活动 仅依据黄谦于手机直播录影影片 因为影片是直立式影片 我改为横式影片后制 等全部资料编辑完成 再分享我心目中的摄影女神朱鸿熙珠丽 作者朱鸿熙 平日以席字朝经修行 闲暇时担任摄影义工 捕捉莲池水光 高僧行仪 其学佛的老师 主要有心领神锥的红衣大师 圣言法师以及勘签阿北仁波切 闲书会活动 由时报出版是董事长赵正敏主持 以下是全程记录内容 请大家细细品尝整个活动过程 阿北国际书展是一个全亚洲最大的书展 我是时报出版公司的董事长赵正敏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社福异空朱鸿熙 大摄影师的作品的发表 他说他其实本来并没有要当摄影师 可是现在呢 其实因为因缘俱组 他说其实一个人拍照片 其实是很冰单的 可是可以跟心跟天地来对话 那他觉得这是一个自修 然后立他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法门 修行的一个法门 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特别 他说每次按下快门的时候 跟掐着面子的面子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那这样子的一个 每一个按下快门 跟每一个心跟这个天地交融的当下 其实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烦恼呢慢慢的就散开了 智慧呢就开启了 就开启了 那其实朋友们都知道了 他是正眼法师的 随行的设议 然后本来我以为他要出一本师父的书 他说这一本先 这一本先 我自己在法古山其实也都过残山 我有一个法号 我的法号叫藏后 那那是十几年前 那几年前肥师们其实也比较少 可是我的办公室上面都有一个 师父当时的一个莫保 有幸福 我每天在工的时候就看他有幸福 我就真的幸福 我就真的幸福 那其实今天呢 这本虽然没有师父的生意 可是透过天地自然警官 而且很多地方是我们 一辈子不见得给大王的地方 很多的景象是在这流传当中 我觉得打开这本书 如同刚刚处理中西说讲的 其实挤了我们的烦恼 开启了我们的麻烦 大开启了我们 在我们请坐的讲话之前 我们今天邀请几个贵宾 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邀请的是夏琳清教授 他是武大心理系的老师 也是现在四川艺术学院的柯毅教授 本来他的头衔 能够更兴趣的老婆 因为甚至你再敢通告的话 所以他的领导来了 他是领导来了 谢谢教授 大家好 我是确实是郑森棋临时 交给我的任务 但是因为我和郑森棋 跟朱莉认识了二三十年了 所以我非常乐意来这里 为朱莉的摄影集说话 我和郑森棋之所以跟朱莉 有这么持久的友谊 情谊 是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 佛弟子有一个特点 是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有意识的学习 而且是学佛 郑森棋跟我讲 他说要我一定要表达 他对朱莉的一个敬佩 就是第一点 朱莉在平淡的生活中 能够坚持他想要做的事 我们认识朱莉的时候 他正是跟着圣列师傅 上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 他拍的照片 特别有一种味道 很多都是黑白的 所以我们要等待 社不易空的第二本 对不对 在平淡生活中能够坚持 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机会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 每个人都是平常人 我们都是在平常生活中 有一些小事 开始有一些感触 然后自己抓住这些感触 就得到一个机会 这个是朱莉在平淡中能够坚持的一种精神 这些年我看朱莉 开照 我看到了第二个 我认为跟他学佛也完全有关系 我称他为 他在专注中 刹那间与美相遇 我们都知道专注 是佛弟子重要 也知道那个刹那得来不易 甚至有的时候他发生了 也许你都没知觉 我认为 社不易空朱莉的这一本画册 是他 全国修行生涯中重要的一个前进案 重要的选择点 因为在专注中 那个刹那他与美相遇 是真的很美 这个是我认为朱莉这本摄影集 非常重要的 在刹那中与美相遇 那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朱莉同时写红衣师傅的书法 我来去大陆退休后这四五年 我大概隔离 起码超过两个月 我就会跟朱莉讨几本 他的红衣的帖子 然后写着 所以我想朱莉这一本 社不易空的摄影集 是代表他和我们一样 都是一个平凡生活中的一个人 可是他怎么抓到他在专注中的一些机会和相遇 然后他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他把它分享出来 所以邀请大家来欣赏 朱莉这本美不胜收的集子 而他是可以让我们专注和安定的 谢谢大家 那个摄影院法师 我是他第一个的摄影师 摄影那个地址 他那个高院赵董说他是常识辈嘛 那我是火星 还更久了 第一次的我的摄影个展 就是摄影师傅帮我办的 呃 师傅的法相 那我拍了师傅十年的作品 那个后面有几位法师 都是见过 谢谢谢谢 也是黑板 那后面我的棒子就是交给朱鸿熙 也是主理 那他把师傅拍的点点滴滴都拍的很好 那我是呈现师傅的法相最美的时候 那师傅有讲 诶 金融啊什么时候来帮我拍照 那我那时候觉得说 他最好的法相我已经拍了 所以这个棒子 把交给我们朱鸿熙 把它拍的更好 更贴切 所以他可以出那个师傅的摄影机 那另外我们讲 一只鸟 会在树林里面 他不怕树枝折断而跌倒 那这是什么 因为他有信心 他有信心是什么 诶 他的翅膀 那我们朱鸿熙 诶 你们知道他有另外一个摄影界的外号 他叫做摄影女神 对 我们这本书里面 我最欣赏的他的两幅作品 他的作品都很好 当然我的也不差 两幅我很欣赏的一幅 你们等一下换换看 有一幅在河塘里面 很多荷花 他已经到了镜头的那个 就是残河之美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的韧性 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个迷路 那在雪地里面 刚好我们台湾今年的冬天很冷吧 感触非常的深 那样的那个寒冷的地方 他的生命的强忍的那个 就是我们摄影者所追求的 那我知道我们摄影女神 他好像是摩羯座的 对不对 摩羯座的女生 就是有这种韧性 那我是天秤座的 天秤座的人比较浪漫 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有时候随意而安 那我自己本身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 我们在平凡中看见伟大 我是给我自己 从事摄影的部分 有一点点的想法 我没有办法 像他到北极 你们买了这本书 你却赚了很多 你知道吗 到北极南极要花多少钱 尤其是看了那些照片 大风收你知道吗 他还去拍丹顶赫 然后还有去中国大陆拍那个蒙古马 真的买这本书的人一定赚翻了 我跟你讲 你在那买那个机票 就超过很多的钱了 那我另外一个讲说 在生活里面要看到经典 他刚好在他的生活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追求的 我只好在台湾宝岛 拍一拍行销给外国人看 那他是到处拍全世界的美景 说在这本书里面 这个真是师傅教的 师傅教的好 那他里面有讲两位摄影大师 是他的老师 对不对 那其实摄影大师只是给他一个感觉 一个概念 一个提示而已 真正的创作还是他 所以他今天的作品非常的成功 在此恭喜我们的朱鸿熙大师 谢谢 也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上台讲起序话 谢谢赵董 谢谢 来用大家最努力的掌声 来欢迎在平凡中看见伟达的今天的作者 朱鸿熙 朱利老师 那签书就这样 反正我觉得晃眼望过去都是我认识的 你们就来我家签好了 但是买书要跟时报买 我现在呢 我先办正事 我一一的感谢 因为今天真的很难得的机会 我怕漏掉了 因为这个书买回去大家自己看 那我刚刚跟我的朋友要了面子 因为我们夏老师一上台我就感动了 我非常感谢 在我的 从蒙董的时候吧 民国78年 然后我就能够 皈依在圣言法师 跟着师傅学佛 然后我为了要更亲近的圣言法师 所以我那时候从旁边看到了一个 唯有摄影师是不会被换掉的 因为很多秘书有的两年就被换掉了 或者是执事很容易就被换掉了 然后只有那个摄影师是可以跟着师傅跟前跟后 那我个人因为真的不知道哪里来的福报 我78年归一师傅之后呢 我跟着师傅前前后后应该出国有十次的朝圣的机会 听经护法的机会 所以我为什么写秦色三十 其实这个三十对我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是1993年跟着圣言法师到了西藏 然后我从西藏那时候开始用傻瓜相机拍照 我发表的我的这一本书是我的第三本书 我的第一本书是2003年有典藏文化出版 典藏出版的叫做《国际佛影》 里头只有27张照片 就是我到也是到一些佛教圣地 因为我学佛我觉得说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希望能够用我的双脚走遍佛教圣地 所以只要我从媒体里头得知哪一个地方 我就会想办法把那个行程列入我的此生必有 对比如说我看到电视上他在介绍阿姜塔 那我就会想我下次有机会我要去印度的阿姜塔 对那因为我就这样子的因缘促使了我的第一本书是十年 就是1993年到2003年 然后后来2009年是圣言师父原集 我就在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 我梦到师父跟我说如果要出书 把土山的照片多放一些进去 所以我也是秉着这一个奉了师命 我因为我不是一个文化人我也不会写文章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不晓得哪里来的力量 很多的朋友帮助我 所以我就做了诗记诗意 第一本书我的标价是660块 然后出版的话是打特价499 那圣言法师很捧场他买了500本 所以我又出了第二版 就是等于我的第一本书印了2000本 那后来呢大部分都是用送的比较多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打算走这个出版业 我知道这一行很难混日子 买书的人很少 而且书的竞争你看每个月都有这么多的新书发表 我们的人的生命实在太有限了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这个书海里头去找哪一本书 书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他又可以帮助到别人 那我非常的幸运 我家的书几乎都是圣言法师的书 所以我的成长过程里头呢 可以说我受师父的影响非常的大 那师父也是一个从 这个讲到师父又要讲很久 我这个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好了 那今天呢这个形色30 刚才我们陈庆荣我们理事长说 大家买书就赚到了 因为北极南极的机票非常贵 其实他 如果讲呢 我告诉你们最贵的是我30年的青春 所以这个30年的青春绝对不是2000块 你可以买得到的 那我因为秉持了一贯做法 就是要做我就一定要做最好 要不我就不做 所以我这本书呢 我用最好的日本的血童子去 超血童子去印 那我前面的两本书 反正我什么都是要要求最好的 龙刚的老板董事长 赵董事长今天也来买一本书 其实2016年他就想要免费帮我印一本书了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总觉得 好像我那个心力也还没有提出来 我没有想要走 还是没有想要走这个文化界 对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是种种的因缘的成熟 现在我是下定决心的 在这里非常感谢时报 我们五年前我们有一个好朋友 胡玉豪老师介绍我们的一次 所以那个时候呢 赵董说他的库存有两亿 两亿新台币的库存 书的库存 我被他吓到了 我不敢出书 因为他已经有两亿的库存了 我们变成有三亿 还怎么办 要滚啊还是要滚 所以我们还是勇敢的做 然后我们今天呢 法古山荣誉董事会的皇位长也来了 我们等一下鼓掌一下 他最近自罪也出了一本书 叫做到处都好 然后呢 他去了全部联合国193个国家 他里头有一句话 他说听说今天出书 明天就会在资源回收场看到 但是他还是勇气可嘉 我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去193个国家 但是我有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把照片拍好 所以我的老师Michael Yamashita 他一直鼓励我 他说我们要做一本自己的代表作 所以我在想我还要继续拍丹顶赫 因为我看了所有我拍的主题里头 丹顶赫是最有国际市场的 因为日本人喜欢中国人喜欢韩国人喜欢 他代表了长寿健康 那我希望呢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有图必有益 有益必吉祥 所以其实我的这本书里头呢 从我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都是有我的 这个叫做什么 艺术的密码在里面 那本来呢 我这本书是打算说 不想让大家负担太重 所以我只有本来是规划132页 后来编着编着 实在是难以割舍 就觉得这么多年拍了这么多的照片 如果只有132页放不下去 所以呢我那个编辑他们有一个 最经济的印书的那个计算方式 所以他就算到168页 所以我在想 买我书的人看到最后一路发也不错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也祝福大家 能够看完这个书以后也是一路发 那我圣岩法师的这本书呢 我是做了108页 这本书我没有卖 只有送 对 那我希望说师父 他的编辑纪念日刚过吗 那我自己觉得说 我要感恩我的师父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做师父 他的遗言 他讲了 我这一生来不及做完的事 就是希望我们来帮他完成 那法谷山有一个人文基金会 2013年跟2018年 他们用了我的作品 去做了多利跟大家结缘 那如果以我个人的力量呢 我可能1000本我都不容易送出去 可是如果法谷山他的信徒呢 还有就是宣传师父的法呢 我想1万本 10万本可能都不够送 对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会长在这里 他愿不愿意支持一下 好了吗 然后我们陈建筑师也来了 我们法谷山的陈建筑师呢 他是我2016 2020 我想一下 2020 2020 多少年了 你们上台好不好 你看你看大家希望你们上台上台 来 这个大菩萨不好请 然后今天他们 我都是今天才得知他们要来啦 因为他们都是大行人 对 你来给我介绍 呃 非常高兴喔 那个 那我去喝一口诗 朱蒂师姐 那 就是 社会一空 这好像是朱蒂师姐出的第三本 是不是 那个我比较惊奇的是说 他刚刚还要再出第四本 这个 呃 希望呢 第三本呢 能够呢 非常 创销 也套用呢 聖元师傅的一句话 喔 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第五个他是 埋下他 今天大家 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 这个新竹报表 谢谢 啊 嗯 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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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朱蒂呢 大概是只有我三十六岁到今天 已经六十三岁了 什么这样 有沒有透露他的年齡 我在设计八五三的十几年的 光芦当中 我时故常常看到我 我会讲一句话说 显然我们这个工作非常辛苦 因為陳建宏師頭髮已經從黑的畫到變白了 不過能夠認識師傅新鑑非常非常珍身 師傅說虛擁有鏡,火又無窮 每一個人都能夠承載他大悲的願力,繼續的照顧人間 能夠像朱莉一樣,跟他的會也跟他的相機紀錄這個人世間最卓越的美好 那就真的是再完美了 然後一定不佔用各位的時間,我到家裡去請他簽名 謝謝大家,謝謝 我還要再繼續感謝我的中醫師,我自從跟您起之後呢 因為我吃了我們李醫師的藥,所以我才能夠拿起北極的飛來飛去 今天他特別從台中來,他們全家都來,我真的很感謝 李醫師 然後我們黃阿姨,也是我們這個都是超過30年的朋友 然後我的學長趙琳,這個我們有時候開這種什麼展覽啊 就是同學會,這個平常真的是沒聯絡也沒見面 但是這個就是紅衣法師說的君子之交,真的太棒了 然後我的同學也有來,我無尊的同學,還有很多沒有辦法點到名的 然後我們的超級班的同學,還有我的好朋友,Baddy,林林 Alan,還有吳大姐,Tina,很多朋友 還有我們的大哥,華前大哥 還有我的湯姐,她也是一個攝影家,朱冠華 還有我們的那個法師,慧雲法師 還有我們的長城法師,果城法師,中燒法師 真的好險,都沒有念錯嗎 昨天一點半才是,李醫師的藥果然有效 跟各位報告,唉呦,送個喇嘛 她剛剛辦了一場在劍場,紀念我們法王90多少歲的緣集 因為我們的,我這個人呢,喜歡廣結善緣 什麼南傳、北傳、上傳、漢傳、南傳 只要是我覺得,只要是對人心有幫助的 不管什麼宗教,我都接受 對,我沒有分什麼你跟我跟他 因為我很喜歡慧雲法師講過一句話 世界只有一種人,就是地球人 所以我們人一定要有世界觀 我相信你買了我的書,放在你家的客廳 如果你的朋友來了,你的兒子女兒 你的孫子孫女,看到我的書 我相信,在這個潛意識裡頭,他會有世界觀 所以這個是我做這個書的,我的發心 希望說,我只是一個拋端引玉 因為我很感恩,我生長在這個時代 以前的高山大德,為了要取一副金 他可能要耗費幾年的時間 走過沙漠啊,走過高山 所以我覺得說,我活在這個年代 我真的非常感恩 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完成很多的夢想 就怕你不敢有夢想 所以我覺得人還是需要有夢想 那我們聖言法師說的 我們佛教不是講夢想 我們講八願,有願就有利 所以新六輪就是,我最近常常念 做好新六輪的奉獻 好願就會實現 所以呢,這一千本書呢 我不怕賣不完 絕對不讓他去回收場 而且也不隨便送出去 因為送的話,一下子就被搶光了對不對 但是也不再版 因為這個書啊,真的辛苦啦 說真的 那我們希望說 因為我的第一版 我只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但是想不到一本兩千多塊的書 我的朋友裡頭也是有人買不起的 所以,洪一法師寫過一句話 實覺眼前生意滿,莫忘世上苦人多 而聽說這一句被政治人物拿去用 其實我們的原版是我們的洪一大師寫的 我受洪一法師的影響很深 我受聖言法師的影響很深 然後我有很好的機緣 可以親近我們撒迦派的 撒迦法王的老師 阿貝倫波切 我去尼泊爾,我都住在他的家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來的這一世的福報 然後呢,現在呢 我跟斯里蘭卡的國師非常的好 我有錢的話呢 我會往斯里蘭卡送 因為我答應他 我要跟他一起去幫助貧窮的人 十年前 那個強地馬法師看到我的時候 他跟我說 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需要我們幫助 本來我看到他呢 我是跑得比,躲得比跑得還要快 因為我跟師父說,對不起 我們相見很晚 我已經退休了 可是師父說不可以退休 我們沒有退休 然後我的Michael老師跟Blinds Landing 他們拍照 我的兩個老師都已經七十幾歲了 我有 我在20 我們第一次2013年在南極的時候 我就問我的老師 什麼時候你要退休 其實我會問人家這種問題 就是我很想你退休 我在想你怎麼還不退休 如果你不退休我怎麼退休 但是我的老師回答我一句英文 他說 Retire for what? 其實我的英文很差 但是這一句我聽得懂 就是說沒有退休這個字啊 我們聖言師父也是到最後的那一刻 他都還在奉獻 有的人一定會想說 你已經六十歲了 你怎麼才要蓋法土山 你已經蓋好了 你自己都住不到兩天 你可能就走了 或者是還沒蓋好你就不在了 但是為什麼還要蓋? 因為我們就是要發怨 不是為了我們自己求安樂 當然我也不好意思說 我要為眾生得離苦 就是不為自己求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 這是我的目標 但是我還在學習當中 那我現在呢 因為我做了這個書 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了 所以從此以後 當一個公眾人物 深口意都要接受各位的檢驗 希望我有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們也告訴我 那如果我有做得好的地方 希望你們跟我一起做 謝謝 謝謝 還有我再介紹一下 我們這位貴賓 保全大哥 他也是我們聖言師父的弟子 我們的村美在不在? 村美 村美因為那天說 要幫我過生日 結果我跟他說我吃素了 我們兩個很想去東方文華 已經講很久了 但是他說那個下午茶 一個人三千多塊 我說不要啦 那麼貴的是我們不要吃 中餐嘛 所以後來我們兩個都下午茶 喝完以後我們就散步 散步以後經過我們保全大哥的店 我就走進去了 就跟他訂了108支的心晶的筆 那這個筆也不是白送的 買10本以上的送一支 我們促修活動 然後我再介紹一下我的好姐妹邱惠 對 我們促惠一直都支持我 不管我要募什麼孤兒院啊 扶持道場啊 什麼他都支持我 現在也是我們把虎山的榮譽董事 對 他買100本 我很感謝我生命中的貴人 如果不是你們的話 我想我也沒有這個力量走下去 那還有多少時間 那再最後一個 那個李東陽師兄 不能把你漏掉 他也是我在拍法土山的建設工程的時候 我們一起跟著師父跟前跟後拍的 結果呢 現在他還繼續在法土山探他 因人不可思議 那為了請這位大師呢 來幫我們拍照呢 我跟他買了50塊肥皂 等一下憑票根來跟我換肥皂 因為我沒有辦法讓大家進來 所以這個方式不曉得好不好 那如果有票跟沒拿到肥皂的沒關係 簽名我補送 謝謝 我前途應該不錯 謝謝 謝謝老師 還有沒有漏掉的貴賓 自己站起來好不好 不到就請舉手 要不然我們常常法師說幾句話 他還沒有出家的時候呢 他還沒有出家的時候呢 就結法員了 我們是在那個法土山的大殿 那時候師父說要抄一匹筋 然後裝帳 所以我們是那時候結員的 那時候他還沒出家 教女孩太可憐了 但是非常感恩就是說 我們都是一同在學禍的這一條道路上 互相互為善之士 他的傳書寫得非常好 昨天剛好有姻緣就跟菩薩 就稍微聊了一下 那我們也談了一下我們這幾年來 一直在學國道路上 所遇到的一些姻緣 跟很多的學習 那 真的很感恩有這樣的善之士 就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互相的故事跟成長 那 現在呢 就在這裡跟大家拜個晚年 很感恩大家 今天來參與這一場聖會 那 真的這個書非常的棒 是一個社福一聰 是心經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應該是算真實不虛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從他的這個影像當中呢 去體驗我們這個宇宙真正的真理 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最後的這個接地接地 摩羅聖結地 福吉桑佛歌 然後祝大家這個跟大家拜晚年 祝大家都能夠身心平安健康 然後一切順利福益 謝謝弘西菩薩 非常不習慣這個名字 但是他說開始要叫他叫弘西菩薩 祝他這個未來的這個走在這個成佛 知道這個道路的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師傅的祝福 那也謝謝弘西菩老師跟大家的分享 那個虛空有限無悅無窮 然後我們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放下他 還有一個 不敢叫他 然後放起來 每天可以看到這本書 然後社福異空 不管你要看本集 不管你要看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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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這一切 還是要感謝弘西老師 這麼的三十年的行社福 聖涯 留給大家這麼多的美好 那我們看到了每一頁 都可以感受到每一個當下的美好 借用大家熱烈的掌聲 我們謝謝朱莉 最後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們現在這裡會排一個桌子 我們來簽書 那如果有書的 你說的話我們就在這裡 簽書 等一下 你負責幫我發 你可以先找一下好不好 好 那在排桌子之前 我們大家來一個大合照 好不好 那個我們請那個 朱老師坐這邊 然後我們請同事從上面拍下來 那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拍得到 所有人都可以拍得到 好 來 我們坐這邊 我們先拍個照片 我們先拍個照片 我們從上面拍下來 好不好 從上面拍下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前面的鏡頭 看一下前面的鏡頭 這是美好的一刻 來 大家都進去了 留下這美好的一刻 也感謝大家對朱莉朱鴻錡老師的支持 也感受大家的好人緣 也感受他的 謝謝 好 那我們那個簽書 我們移到那個 時報主板那個左手邊 那邊有一個大的書牆 我們這邊比較自在一點 好 比較自在一點 這個是剛剛那個攝影師做的 我們東陽師兄做的 我們東陽師兄做的 那個可以 口罩拿下來比較好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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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比個讚一下 沒有 來 來 來囉 要不要看我 來囉 我們要重拍一下 好 好 再一張 欸 漂亮喔 姐姐看我一下 好了 好了 謝謝 來 這一張 這邊喔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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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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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看這邊 好,謝謝 我沒有辦法 我要去家裡簽 刷爆了才好 敗爆了才好 真的爆了,來 一、二 這樣簽證會有成功 成功 讓我來講中 好,這邊 謝謝 謝謝 太好了 趙長,你再起來 你不用看 好,來,看鏡頭 謝謝 好,來,看我這邊 一、二、三 謝謝 感谢观看